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啰 大家好 我是赛爸 我是西门确学 我是沐恩 今天我们要去美拉西亚 对 我们现在轮在哪里呢 我们在飞机场 对 其实新加坡除了昌宇机场以外呢 这里呢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机场 它就叫做Seleta Airport 其实我们没有订这个飞机票 我们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个机场 还可以飞国际线呢 对 还没有这么快 新加坡除了昌宇可以飞出国之外 Seleta也是可以飞出国的 但是呢 这个地方啊 真是没有什么人开箱过的 对 所以我们就第一次的出田 就送给你们了 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个机场了 所以我们就顺便拍一下影片 来开箱一架Seleta Airport 也分享给你们 如果你们不走新加坡 有这样的机场的话 继续看下去咯 我们要去美拉西亚 我们要去飞机咯 这个机场呢 真的是很少人知道 而且呢 也没有什么人 你这么看 人都没有咧 你看 我四周围啊 都是空无一人的 我觉得如果我躺在路上 选命长 应该也没有车可以创到我吧 好吧 现在我们就去看 所里面要留什么吧 门口这里呢 就是等候得失的地方 再过来这里呢 就是Departure Gate 我们就进去里面看看吧 Departure Gate 进到来呢 右手边就是一个Lounge seat 这里呢 可以蛮多人坐着等候的 这里呢 就是一个Merry Christmas的装饰啦 因为圣诞节还没过 所以呢 这里都有圣诞节装饰 左手边这里呢 有GST refund的counter 再过去这边呢 就是Check-in counter 还有Drop你们的Lounge的地方 这里呢 就是最重要的Departure Gate 你可以看到Gate 离Scan Passport的地方呢 是非常的近 之后呢 就是检查行李啊 Scan行李的地方 过后呢 就是可以准备上飞机了 非常的小 非常的方便啊 右手边这里呢 就是Data Red Express 就是给你喝杯茶 吃下面包 吃下简单的餐点 右手边这里呢 就是Arrival Gate 基本上下飞机 直接走二三十步路左右呢 就可以到德士站了 非常的方便 你们两个在做些什么啊 Coloring Coloring啊 这个是妈咪送的 你看 哦 因为是圣诞节是吗 你看 哦 所以你们可以Decorate your Christmas tree 哦 妹妹呢 妹妹是什么 Santa Claus 啊 妹妹喜欢吗 你加油好不好 好 好 走吧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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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啦 就 就不是很好吃 但是就中规中矩 甜饱肚子了就好了 要分享的是我们这次做的飞机呢 是Firefly 飞去的目的地呢 就是马来西亚的夸拉隆波及隆波 Subank Airport呢是位于市中心里面 所以呢 它比较起KLIN1 KLIN2的话呢 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一些 毕竟如果从KLIN1和2 去到市区我们的家附近呢 可能都要一个小时多 而现在我们从Subank Airport 直接到我们家这时候呢 可能半个小时不用 我们就可以回到家了吧 所以对我们来说呢 是非常的方便 对于有小朋友的家庭来说呢 无疑这个是最佳的选择了 毕竟我们从机场回到我们家呢 也不是算是太远 而这个Subank Airport呢 也相对来讲比较小也比较方便 最多是没有什么人 环境又蛮舒服的咧 不错不错 我分享一个小知识给你知道 你知不知道Firefly是最快抵达马来西亚的吗 是吗 小飞机怎么那么快 你错了 因为它在Subank Airport的关系 它只要一起飞哦 它就直接到马来西亚的边境了 所以它是最快速抵达马来西亚的地方 我再没讲的 我现在还转得懂 拜拜 西门水雪在准备Drop她的Largage 妹妹呢 就乐于主人 她在帮助西门水雪 I've been keeping my phone No no sound Facing you out That's true Now I get butterflies Just thinking about you right Scan了身体过后 这里呢 就识之说 这里呢 有饮用水 以及个Loud chair 非常的小 这个Bording Gate哦 就是你眼睛中看得这么大 它就是这么大啦 小朋友进来过后呢 就自由地走动啦 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得到它们在哪里 所以也蛮方便的 你看 它们就蛮自在在那边走来走去了 这里呢 也有一个抽烟室 这里呢 有一个Charging Station 让我们去充电啊 之类的 这里呢 也是全部都是椅子啦 门口有三个 飞机呢 应该就会停在这里附近了 什么地方 我都在这里 带到飞机呢 那里有很多东西 都在飞机呢 我都在飞机里 最后一趟 这只可靠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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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现在这个东西 只是在飞机里 这一趟 这只可靠近了 其实刚才上飞机的时候,我外面真的是非常的吵 小朋友呢,会感觉到有点刺耳 上到来过后呢,这边的声音比我想象中让来的安静 Hear got no loud sound, right? Sound feel better? 嗯 这边的位置呢,是二二 非常小的飞机 刚才上飞机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浪费 因为下雨啊,然后不二呢,我们就要撑着伞去上飞机 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 这个呢,就是一个小小的 桌子 基本上这个飞机呢,是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了 所以呢,就只有一些逃生的说明 而这次我们做的飞机呢,是ATR-72-500mall的Firefly so,这个就是它的小小的说明书啦 那应该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有这种说明书了吧 有的话呢,底下留言给我知道吧 莫安,你知道什么在读吗? 可以试试吗? 没想到 哦,你会读啊 哇 哦,所以 我会试试的说明书 我只是在这边的故事 在这边 Things straight Things come up, things go down Make me turn back around My spine is sin, screaming that I'm mad A big storm blew up A hurricane running my cup become Carried me far, far away 終於下飛機了,來到這個SUPER AIRPORT 這個SUPER AIRPORT也非常的小 飛機下來過後呢,就直接去拿Lagage 然後呢,就是經過關卡去Check Lagage到底有什麼 然後我們就可以出來這裡咯 一出來呢,就有BOOSH啊 Cookies, Secret Recipe 蠻多的商店,蠻不錯嘛 那說一下剛才的整體體驗吧 Firefly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好 雖然以前我搭過Firefly的時候呢 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但是想不到它現在的情況咯 比我想像中還好咧 過程當中呢,飛機裡面呢 是蠻安靜的 然後在中途的時候呢 它們還提供了水啊 Cookies還有花生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大概花時一小時15分鐘 我們就已經回答了SUPER AIRPORT 整體上呢,真的是不可挑剔 真的是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是它不像 長一AIRPORT這樣 要Check in的時間非常的久 等待的時間非常久 而Seleta AIRPORT呢 機場是非常的小 所以對我們家庭來說呢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好啦,這個就是我們在 Seleta AIRPORT 然後在Firefly 來到馬來西亞的整體體驗 也分享給你們啦 如果你不知道新加坡 既然有一個Seleta AIRPORT 或者是去馬來西亞 那原來有這樣的交通方式 去到SUPER AIRPORT 去到四中型的AIRPORT的話呢 推薦給你們 如果你有搭過Firefly 你有去過Seleta AIRPORT的話呢 在底下留言給我知道吧 這個影片就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分享 按照我們每個星期六 都會準時上面 最終我的Instagram還有小紅書 我們下個影片再見咯 我們的馬來西亞之旅 開始咯 妹妹 去哪裡? 去到ASMA HOME 誰? ASMA HOME 不是ASMA HOME 你有跟他嗎? 馬來西亞 我來...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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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去 maintenance 在留場